哈喽,大家好,我是妮妮江 欢迎来到妮妮江的奇思妙想 7月25号呢,Straith Time发了一则新闻 新闻上说的是 有一名中国籍的游客 来到新加坡旅游的第一天 就被罚款了1.2万元新币 那为什么被罚款呢? 是因为这名游客他在落地新加坡 第一天的下午就在滨海湾飞无人机 他在滨海湾区域总共是飞了两次无人机 每一次大约都是在12-3分钟左右 在当天下午的5点半 新加坡民航局CAAS检测到了他的无人机 所以就报警并处理 过后这位先生他就被控上法庭 在法庭上得知他其实是一位退休人士 与妻子一起来新加坡旅游 原本这位先生与妻子是来新加坡旅游 三天而已 可是因为无人机事件触犯了法律 所以呢 不得已在新加坡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他也是聘请了律师来帮他辩解 他的无人机在中国其实是有注册过 可是呢当时在滨海湾 他是说他没有看到任何的招牌 只是说这里不可以飞无人机 所以呢法庭就罚款他1.2万元新币 你如果转换成人民币的话 那差不多是要6万块钱人民币 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字 原本呢是想要跟妻子在新加坡度假旅行 殊不知不小心触犯了新加坡的法律 其实很多游客在来新加坡旅行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新加坡其实有很多罚款的文化 就像之前我有一位老乡 他跟他的男朋友来新加坡旅游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在户外吸烟 然后被便衣警察发现啊 然后就给他警告 并且罚款他差不多几百块钱的新币这样子 其实很多游客 他们来新加坡之前呢 因为他们的国家跟新加坡的文化 可能有一些差别 所以呢会很容易不小心 就触犯到了新加坡的法律 所以其实借着这件新闻事件 我也是想要跟想要来新加坡旅游的游客们 分享一下新加坡有哪一些必须要注意的一些法律条文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十条 在新加坡你必须要知道的法律 在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上 不管是巴士啦还是地铁上面 都不可以喝水 不可以吃东西 任何水最好都不要喝 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国家 在公共交通上面是没有明文规定 不可以吃东西 所以很多游客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都很容易在公共交通上面喝水啊 或者是吃东西 其实这都是违法的 那如果被发现的话 有可能被罚款500新币 第三点 就是在新加坡呢 你只能在规定的吸烟场所吸烟 室内室都禁止吸烟 那如果是在户外的话 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吸烟 就大家不要想 当然说在户外都可以吸烟 很多商场的外面 他都会设定一个吸烟区 所以吸烟者只能在那个吸烟区里面吸烟 如果被发现在未指定吸烟区吸烟的话 有可能会被罚款200元到1000元不等哦 第四点 在新加坡的家里或者是酒店都不可以裸体 如果你被别人举报或者发现在家里裸体的话 有可能会被罚款2000元或者是坐牢三个月 所以游客们要注意在酒店里面不可以随便裸体 如果要裸体的话 关上你们的窗帘 第五点 在新加坡呢 对喝酒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新加坡规定购买酒精的年龄是18岁以上 此外呢在新加坡的公共区域饮酒的话 是有时间规定的 晚上的10点半到次日早上的7点 这期间都是不可以喝酒的 你如果是买酒回酒店或者是在自己家里喝都是没问题 可是如果是在公共场合的话 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定 甚至在一些禁酒区 也就是小印度或者是牙龙 他们会有一些禁酒区 每周五的晚上10点半开始 一直到礼拜一的早上7点 这期间呢都是禁止饮酒的 以及平日weekday的7点以后 晚上7点以后也都是禁酒饮食的 那这个规定其实是在COVID的时候 在疫情管制期间所有的这个条例 如果你喝醉了 然后在公共场合被别人发现 你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因为酒醉而神思不清醒的话 也有可能被罚款1000元 以及一个月的监禁 所以说来新加坡游玩的游客呢 要非常注意这个喝酒的规定啊 不要因为太开心喝的太嗨 而触犯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条例 第七点 在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上面 千万不能懈怠榴莲哦 大家都知道来新加坡一定要吃的就是榴莲 因为这里的榴莲真的非常好吃 但是呢你可以在店里面吃 千万一定记得不能把榴莲带上公共交通 因为榴莲的味道很重 所以如果带上公共交通的话 很容易影响到别的乘客 所以新加坡就有这个规定说 不能带榴莲上公共交通 如果被发现的话 违反者会被罚500新元 第八点 在新加坡的公共场合 不止公共场合 其实在家里也好 在晚上十点过后呢 都不可以喧哗 不可以发出非常大的声音 如果发出来的话 你的邻居会投诉你 如果投诉你的话呢 你也有可能面临警告以及罚款 第九点 在新加坡 我们在小贩中心 都很容易看到有鸽子 或者是黑色的小鸟 那如果你看到这些鸽子和鸟 千万不要投喂它们 因为根据新加坡的动物保护法 是不允许投喂鸽子鸟类 以及新加坡的任何动物 如果被发现的话 有可能会被罚高达一万新元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知道在很多国家 他们的那个广场上面 都有很多鸽子 都会有喂鸽子的这种活动 或者是这种娱乐 但是在新加坡喂鸽子 一定一定要注意 是违法的 最后一点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你在新加坡 左屋区的话 如果你在自己家里 弹奏乐器 如果你弹奏的乐器 打扰到了你的邻居 然后你的邻居举报你的话 这个也是有可能会被罚款的哦 有可能会被罚一千元的罚金 我相信很多人来新加坡旅游居住的 第一印象就是新加坡这个城市非常干净整洁 所有的事物都保持着一定的秩序 那同时呢 这些罚款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名所以的游客踩雷 所以说在这里就很想要借由这支视频 然后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来新加坡旅游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些法律条文哦 不要在开心游游的同时不小心触犯到这些条规 那其实我也列举了一些新加坡独特的文化 想要分享给朋友们 就是在新加坡的话 你买东西在小贩中心或者是很多超市啊 买任何东西 大家都会非常遵守继续的排队 比如说上下车上巴士跟上地铁大家都会主动的排队 另一点是呢 在新加坡所有的行人都是靠左边行走 包括上电梯的时候 搭手扶梯的时候 尽量往左边靠 这样的话右边就可以流出给一些需要往上走的乘客们 那以及在人行道上面也是 走路的话尽量就是靠左边走 那右边的话就可以让一些自行车啊 或者是一些来往的行人通过 还有点很有趣的就是 新加坡有一个独特的站座文化 我们在很多小贩中心都可以看到 空空的桌子上面突然出现了一包纸巾 或者是一些私人物品 雨伞或者是卡带 甚至钱包 甚至iPhone手机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会用它来站座 所以说你来新加坡看到桌子上有这些物品 就代表着这个座位已经被occupied了 已经有人坐在那里了 那你也是可以把你的一些没有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站坐啦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 我好像从来没有在任何国家看到 大家会有这样的文化很特别啦 然后另外一点是因为新加坡 基本上是不怎么会有小偷 特别是在公共场合 所以大家会比较放心的把这些 不是这么贵重的私人物品放在桌上来站坐 还有一点 在新加坡呢 自来水是可以饮用的 像我在家里啊 如果我没有想要喝热水的话呢 我一般都会直接开水龙头接水喝 但其实在很多餐厅 他们提供的免费的水 ice water 也是tap water 也是自来水直接接的那个水 所以说在新加坡是可以放心饮用自来水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对比欧美国家 在新加坡其实是没有消费文化的 那是因为新加坡的所有的东西里面都包括了消费税 今年2024年的消费税已经上涨到了9% 那以及在某一些餐厅如果你吃饭的时候 你也可以仔细的发现他会收取10%的服务税 以上这几点呢 就是我想要分享给想要来新加坡旅游的人 或者是想要来新加坡居住的人 知道的一些新加坡比较独特的罚款文化 那如果有一些还没有提到的新加坡独特的文化呢 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留言栏当中留言给我们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